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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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大家看到這個背景的話 就是比較屬於 輕鬆一點的影片 OK那麼我今天我要來做的主題呢 就是我要來介紹一下我的怪癖 為什麼我會突然想要介紹我這個怪癖呢 是我上次我有拍一個 Fifty facts about me 這一支影片裡面 我有跳過怪癖這個東西 我其實我沒有跳過它 我是說我沒有怪癖 因為那個時候我實在是當場真的沒有想到 我到底有什麼樣的怪癖 所以呢我今天就把那些我的怪癖呢 統整起來了 所以我今天就是想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有哪一些怪癖 OK那我的第一個怪癖呢 很像就是買了一個比較昂貴的東西 之後我就會很努力的打掃房間 這個好像是怪癖 又好像不是怪癖 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 我現在我就把那個怪癖這個定義就是 用比較廣一點 我不知道為什麼就是講說我買比較昂貴的東西啊 或者是買一些 包包也好 錢包也好 3C產品也好 電腦也好 相機也好 燈價也好 就是我買了一個比較有價值一點的東西的時候呢 我就是會突然心血來潮 想要來整理我的房間 而且整理不是那種 白白那種就好 我的整理是真的會 全部該丟的都丟 然後拖地啊 吸地啊 搞不好還會為了這個東西鋪一個比較漂亮的地毯嗎 更換地毯 更換船單 然後因為我的房間還有一間廁所跟淋浴間 廁所跟淋浴間呢 我也會把它整個用的超級亮晶晶 就是廁所裡面啊 或者是水龍頭啊 我都會給它擦得非常乾淨 又不知道為什麼就是 我如果買一個比較昂貴一點的東西的話呢 我都會想要把所有的東西都是放得很漂亮 然後呢 換一個房間的感覺 那這個就是我的第一個怪癖 那第二個怪癖呢 我看一下 我這個人沒有辦法 邊講電話 然後邊付錢 因為有些人會說 男生可能比較不會一心多用 我是不知道是不是這個原因啦 例如說我要上公車的時候 我沒有辦法就是邊講電話 然後邊付錢這件事情 我會覺得很手蠻腳亂 所以我可能我要上公車的時候 我可能就會說 欸我等一下打電話給你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心裡會有點著急那種感覺 就是我沒有辦法專心在兩件事情 就是一個就是付錢嘛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在講電話 對這也是 好像也算是一個怪癖 那我的怪癖No.3 雖然我是男生 就是如果在家裡的話 我都是坐著尿尿 可是像有時候我在外面 在一些百貨啊 或者是說在什麼外面的廁所的時候 如果那個廁所裡面沒什麼人的話 我也會選擇進去 那個上大號的那邊去尿尿 就不知道我會覺得比較放鬆 站著尿尿我覺得不是很舒服 然後下一個怪癖的話 是我後來才慢慢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我是味道控 我喜歡聞書本 我會把那個書本這樣翻 然後來這樣聞那個味道 然後就 例如說尺點的味道啊 國文尺點那種 我不知道有沒有人懂 比較厚的尺點 它有一種牛奶的味道 我不知道有沒有人懂 但它就是一個牛奶味 真的就是牛奶味 其他的就還好 其他就是那種紫的味道啊 那紫的味道也是滿療癒的 然後還有狗狗 狗狗的手 我是喜歡狗狗的手 整個攤開來之後 它不是有那個嗎 絞肉球 的那個中間 就是給它攤到最開 我就把我的手指頭這樣塞進去 然後它就會這樣子 然後我就很喜歡它這樣把我這樣夾住 然後抽出來 然後再這樣聞 我真的會融化 狗狗的耳朵 因為其實狗狗的耳朵其實滿臭的 可是我就是滿喜歡那個臭臭的 那個狗狗的那個味道 還有它們的那個嘴巴周圍的那種味道 喔還有這個可能聽起來有點變態 但是像我們家的狗是男生 所以它們會有蛋蛋 我喜歡聞它們蛋蛋周邊那個毛毛 蛋蛋周邊的毛毛是比較稀疏一點的 然後我就很喜歡聞那個味道 就是 就是 真的真的 有沒有人懂啊 然後 說到味道 我也喜歡聞 我女朋友的頭 太陽穴 耳朵 手掌 不是手掌是手背膝蓋 這個就是個怪癖 OK 那這個應該也是最後一個了 如果不是最後一個也有一點 怪癖有一點太多 這應該是我兩年前有的怪癖 那這個怪癖就是我吃飯的時候 不是都會先夾菜 然後再配飯嗎 我那時候我的怪癖就是 我把菜放進嘴巴裡之後 我不會咬它 我就是放在嘴巴裡 然後呢 拿飯 放給它喝 一起咬 因為那個時候 我可能會覺得說 就是如果你把這個肉 還是說這個菜 你先咬了 你已經把它的好吃的汁 已經吞下去了 那你再配飯 不就沒有什麼味道嗎 所以我 那個時候我都是 肉啊還是菜啊 先放在嘴巴裡 然後再把飯放進去 這個應該也算是怪癖吧 雖然現在已經沒有了啦 OK 那以上就是我個人能想到的怪癖 呃 怪癖這個東西應該是 從別人看 應該也有其他的怪癖 所以我想要來打電話給我 跟我最親近的就是 我的媽媽跟我的女朋友 所以我想要來突擊打電話一下說 我有哪一些怪癖 OK 那我們就先從我的女朋友開始 突擊打個電話好了 看他覺得 我有哪一些怪癖 OK GO 喂 你在忙嗎 喂 沒有 你覺得我有什麼怪癖啊 什麼怪癖 對 你覺得我有什麼怪癖 對 我好像 有哪一些動作很奇怪啊 或是什麼 都可以 你很愛買筆記本 但是你又不寫筆記 喔 欸好像有欸 對不對 好像欸 沒錯 我這個人的確很喜歡買筆記本 我超喜歡去逛那個 成品 然後看到那些比較漂亮的筆記本 我就很想給他買下來 可是問題是我這個人完全沒有會寫筆記的習慣 對 等我一下 對 這些就是買了但是超少在用的筆記本 這個應該大家看得出來 這個就是那個成品他們的 對 然後我記得這一本很貴 對這一本竟然要 三百六十塊 然後我真的是純粹就是 喜歡他的這個封面 然後這一個 喔這個就是寫那個 Fifty facts about me 這本為什麼我會不要用它 純粹是因為 它這邊有那個字 就是我在吃飯的時候很像 把那個油噴到它這邊 然後我就抹開 然後我就覺得變很醜 然後就開始就是 就要隨隨便便的使用它 然後這個是 無印良品的 這個就很便宜 這個原本我買它的時候是 就是行程都很滿 所以那個時候我想說 我應該要有這個 來記錄一下 然後那個時候就要寫一些 schedule啊 這是三月的時候買的 然後它只有寫到三月十七號 其他的 全部 全部都沒有寫 然後這個的話就是 純粹好像有點中二病 紅色的筆記本 我就覺得蠻酷的 對 OK那我的女朋友 認為我的怪癖呢 原來就是 我很喜歡買筆記本 但是完全不會用筆記本 這個的確啦 這個的確好像有點怪癖 OK那就下一個就是媽媽了 好像可能在忙喔 欸我媽打來了 喂 媽媽在忙喔 沒有我剛才跑出去外面了 哈囉誰啊 媽媽覺得我有什麼怪癖啊 蛤 媽媽覺得我有什麼怪癖 你有一個很大的怪癖啊 請說 就是一年四季都要抱著三個棉被啊 這個算怪癖就是了 原來這個也算怪癖喔 就是我一年四季我都要有三件棉被 即使是夏天很熱 我也要抱著那個很厚的棉被 因為我覺得那個純粹是一個安全感 因為我還有一個很長的一個抱枕 然後我也會抱那個 然後就是我全部都要抱著 OK那以上就是我的怪癖集 這應該就是全部的 這個應該是沒有的 有的還得了對不對 OK那今天我的影片到這邊 如果有喜歡的話 記得幫我按讚 然後記得幫我訂閱 旁邊小鈴鐺直接按下去 OK那就下週再見吧 See ya Bye